Nice to meet you Mr. Lowry Renee 2024年,绝地战警四震撼来袭 迎使传奇警戒嘴炮二人组再度出马 这次又会有怎样邪恶的敌人 等着他们制服呢 而这一对火宝又会给大家带来多少笑料呢 话不多说,马上开讲 迈克将私生子阿曼多送进了监狱 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接踵而至 被阿曼多杀害的霍华德账户里 竟然神秘汇入了一笔巨额资金 检方据此指控 霍华德生前曾与黑恶分子暗中勾结 这让与霍华德情同父子的迈克无法接受 迈克与他的搭档马库斯 决心揭开这背后的真相 却不料被凶手陷害 成为全球通缉的对象 他们能否突破重重险境 为霍华德洗脱冤屈 这天迈克载着马库斯在路上挤尺 不料他以肚子疼为理由 想要买瓶浆汁汽水 迈克无奈之下 将他放在商店门口 但只给他90秒 并且因为马库斯身体不好 强调不能买其他东西 这老小子答应得快 可一进商店又是买糖 又是买热狗 但天不遂人愿 一个抢劫犯 坏了他的偷吃计划 也把迈克招了进来 好心的混混 将火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兄弟二人合力制住他 原来今天是迈克大喜之日 他与女友克利斯汀共筑爱潮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晚宴上大家在歌在舞 气氛好不热闹 正在热舞的马库斯 突然心脏病发作 陷入了昏迷 而在意识的虚空中 马库斯梦见一片孤寂的海滩 在枯木上的鹦鹉旁 站着一个神秘男子 当这位男子转过身来 马库斯惊愕地发现 竟然是已故的霍华德 霍华德缓步走来对他说 你死气未到 这句话让马库斯奇迹般苏醒 然后拔下身上所有设备 一溜烟跑到了天台 迈克不放心跟在其身后 想让他回到安全位置 谁知马库斯灵感迸发 觉得自己从此不再畏惧死亡 然后还赴施一手 让迈克看的是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 在迈阿密的另一角 迈格拉斯拜访犯罪集团的私人银行家 想要进行一笔秘密交易 用已故霍华德警监的名义 转走银行家老板的2000万现金 只需要对方的登陆信息 见他不想配合 迈格拉斯手下 当即杀死了保镖 以曝光他私养情人为威胁 逼迫其登陆犯罪集团账户 将巨额资金 转入了霍华德的海外账户后 便把银行家及其情妇残忍杀害 以此伪装成情杀案件 司法部门很快注意到 霍华德账户汇入巨额资金 势力团伙勾结 看到新闻的麦克当即冲进办公室 但联邦调查局局长也在此 他解释 警方知道高官里面有内鬼 在给犯罪分子提供情报 但一直找不出来 两周前 一家犯罪集团的银行家 被其情妇枪杀 不过在现场 找到了一部手机 上面就有霍华德联系方式 现在警方掌握的线索 是他与犯罪分子联系多年 并且还有海外银行账户信息 其中有数百万美元存款 这些足够定霍华德贪污罪了 麦克对此十分愤怒 只要有他在 就不会让这些人 往霍华德身上倒脏水 为了证明恩师清白 两人决定 要把此事调查清楚 他们先来探视了阿曼多 看着被他抛弃多年的私生子 麦克心中很是惆怅 在得知二人来意后 阿曼多透露 霍华德是被陷害的 他正在调查那些 与黑帮有合作的人 也因此被人追杀 母亲曾与那人对接 所以阿曼多见过他一面 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与此同时 麦克拉斯拿来了 霍华德所有电子设备 就在手下黑入电脑时 触发了主人提前留下的程序 当即向麦克发送过来一段视频 马库斯被吓了一跳 等他们点开一看 视频里的霍华德说 组织里有内建 并且可乐平巨人就是关键 这是只有他们三人 能够听懂的暗号 可乐平巨人就是弗兰车 在这条线索的指引下 麦克与马库斯 找到了霍华德生前的 联络人弗兰车 成为艺术家 弗兰车知道所有调查资料的下落 并在用某种东西保护着他 可就在二人准备问清楚时 麦格拉斯手下已经跟到这里 随后 弗兰车被一枪爆头 麦克还以为是马库斯走火了 但马库斯确认 自己没有开枪 两人环顾四周 立刻发现一个可疑男子 正准备离开这里 他们当即想要跟上 不料二楼七同伙 对着两人就是一顿扫射 他们只好躲在掩体后面 马库斯竟还有闲心 品尝空中的糖果 接着又张嘴 接住了流出的果汁 随后 他好似浑身充满了力量 两人把杀手们 打得节节败退 看着他们火力越来越猛 杀手们只好落荒而逃 两人乘胜追击来到室外 马库斯竟爬上一辆私家车 继续追击杀手 这可把麦克吓坏了 就在他换弹夹时 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 他不自觉跪在地上 但杀手也被接应的同伙带离现场 很快 警方赶到俱乐部 一番检查后 医生判断 麦克为恐慌症发作 可他拒绝去看心理医生 就在此时 麦克的同事凯莉 在俱乐部墙壁上 发现了一个二维码 多恩经过解析 发现是一段视频 这也是霍华德录制的第二个视频 他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警察高层内部有贪官 一直在和犯罪集团合作 并告知他们 所有的调查资料 都藏在了车站附近的仓库里 他希望麦克等人能继续前行 完成他无法做到的事 与此同时 麦格拉斯通过内线 得知阿曼多曾与麦克见面 为了防止自己被暴露 他买通了预警 指使囚犯们除掉阿曼多 然而阿曼多曾是杀手 身手更是非凡 岂是监狱囚犯能够杀害的 仅仅是片刻之间 他便将囚犯打得落花流水 由于只有阿曼多 能指认麦格拉斯 为了他的安全 麦克申请 将他转移到其他秘密基地 不料 麦格拉斯再次通过内线 得知他们转移的消息 于是 他与手下假扮呈押运人员 混入了驾驶舱 在飞行途中 劫持了驾驶员 强迫他向总部发出求救信号 声称麦克和马库斯释放了囚犯 阿曼多正朝驾驶时逼近 企图劫机逃跑 等驾驶员发完求救信号后 便被一刀毙命 而飞机失去控制引发的颠簸 让马库斯产生怀疑 他想查看 却被门怼了出去 歹徒随即杀掉其他警员 麦克和马库斯 两人各置住一个歹徒 飞机开始剧烈颠簸 眼看马上就要坠落 歹徒们纷纷跳伞离开 临走前还故意踩开 阿曼多求龙的固定卡扣 在马库斯的帮助下 麦克在牢笼滑下坡道的前一秒 成功救出了阿曼多 索性他还会驾驶飞机 阿曼多和马库斯立挽狂澜 控制即将爆炸的飞机落入水中 三人都得以生还 不料父子二人却发生了争执 阿曼多想要离开 但麦克不想放他走 因为阿曼多 是唯一能指认麦格拉斯的人 可被父亲抛弃多年 还被其亲手送进监狱 阿曼多对其怨恨已久 自然不会乖乖听话 马库斯竭力把两人拉开 暂时达成和解 三人接下来要去麦阿密 但一切都必须听阿曼多的 两人只好听话丢掉手机 然而 之前飞机驾驶员 在麦格拉斯的威胁下 向总部透露了麦克和马库斯竭机 放走阿曼多的消息 再加上麦克二人组 都是霍华德忠实追随者 以至于警方未经深入调查 便草率将他们视为嫌疑人 与此同时 麦格拉斯向麦阿密的所有黑帮 发出了500万美金的悬赏令 是要将三人捉拿归案 此刻 三人真是前有狼后有虎 但为了查明真相 他们义无反顾 并且麦克心里清楚 曾经与霍华德并肩作战的利塔多恩 还有凯利 一定会相信自己 于是他们决定 前往多恩的家中寻求帮助 首先几人要换一套装扮 他们瞄准一户人家 结果竟被主人发现 马库斯想发挥种族优势 用政治正确打败白人猎枪 猎人们让他俩唱首歌 而阿曼多趁机偷走汽车 在这两人扬长而去 马库斯还在那强调 他们偷东西与黑人身份无关 可到了晚上 偷来的汽车彻底罢工 麦克走投无路 只好带人来到夜店 想找负责人购买物资和武器 结果被人控制住 他们也想要领到500万美金 麦克三人刚要上车 另一伙人突然发起进攻 为首者正是其手下败将 黑帮屠夫曼妮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曼妮用枪指着他们的汽车 准备将几人射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马库斯来到驾驶位 紧接着启动了汽车 猛地撞向了曼妮 正当他们试图倒车逃离现场时 却被桥上的小喽啰 投掷了燃烧瓶 眼见火光冲天 马库斯果断踩下倒车踏板 准备急速撤退 不料在慌乱之中 他悟出了雨刮气的按钮 更糟糕的是 玻璃水恰时依然液体 火势如猛兽般瞬间腾起 麦克与阿曼多 不得不紧急采取行动 以扑灭火势 但火势愈演愈烈 阿曼多只好飞起一脚 将车门踢开 把燃烧的物品踢出车外 而警察朱迪赶到现场 刚好目击了这一幕 当他认出眼前之人 正是杀害自己父亲的阿曼多后 不由得怒火中烧 拔出手枪 对准阿曼多连开竖枪 但麦克等人 还是设法从车中跳出脱身 就在下一秒 燃烧的汽车就发生剧烈爆炸 次日 三人来到多恩在海滩边的秘密小屋 这才发现 凯莉和多恩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 麦克耐心劝说后 凯莉和多恩 才勉强接受了阿曼多 随后 他们翻阅了霍华德留下的调查资料 终于知道了 麦格拉斯的真实身份 他曾是缉毒局的一员 在一次外出行动中 不幸落入不法分子手中 惨遭对方严刑拷打 麦格拉斯最后选择屈服 供出缉毒小组所有成员 导致同伴全部被杀害 唯独叛徒麦格拉斯侥幸生还 并加入了犯罪集团的怀抱 知道事件来龙去脉后 麦克随即联系了利塔 将这一切合盘拖出 不久后 他们通过监控摄像头发现 两只杀手小队 正在分别赶往麦克和马库斯的住所 意图绑架他们的家人 两人急忙电话联系家人 让他们赶紧躲起来 马库斯的女婿雷吉 曾是海军陆战队一员 终于得到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在将家人藏好后 他悄悄取出保险相中的手枪 并且埋伏起来 准备给杀手们一个措手不及 岳父此时也紧张得要命 雷吉击杀一人后 夺走其武器 对入侵者发起进攻 杀手们被逐一击破 岳父也在另一边为他打气 他也不负众望 消灭了全部杀手 然后站在摄像头前 向马库斯进了一个标准的军领 这让老岳父龙心大悦 但麦克的境遇 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他的妻子克利斯汀 和霍华德的外孙女卡丽 都被麦格拉斯手下抓走 对方很快打来电话 向麦克提出了条件 交出阿曼多和霍华德的调查资料 否则两人将永远失去自由 说完后 就干脆利落地挂断电话 冷静下来后 麦克察觉出不对劲 麦格拉斯好似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他怎么会这么快得知消息 而麦克唯一通知的人是利塔 但他绝不会背叛自己 那么出卖者 最有可能就是他的男友亚当 正如麦克所料 利塔接完电话后 就开始关注男友一举一动 果然发现 他在偷偷摸摸编辑短信 他立即夺过手机 亚当在联系麦格拉斯 见秘密暴露 亚当立刻动手 利塔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多恩和凯莉及时赶到 就出了利塔 并将亚当制服 紧接着 他们一同赶往海边 亚当也只能交代 与犯罪团伙的秘密勾结 多恩趁此搜集了亚当的声音样本 接着运用了亚语音克隆技术 模仿了亚当的声音 并用词打电话给麦格拉斯 暗示事情已经败了 他告知对方 明天一早 将有一架水上飞机 抵达鳄鱼公园 协助他们将人质转去古巴 次日 麦克等人压介着亚当 准备前往鳄鱼公园 他和马库斯在飞机上 阿曼多从水路行进 凯莉和利塔守住路的进出口 多恩用无人机控制天空 他还通知众人 公园水中有一条大型白化鳄鱼 让众人一定小心 飞机降落时 阿曼多也来到指定地点 亚当率先走下飞机 试图与麦格拉斯搭话 而麦克则手持狙击枪四肌而动 准备将麦格拉斯一击致命 然而麦克还是迟疑了 他害怕自己的失误 会让无辜的克利斯汀丧命 就在这时 麦格拉斯手下意外发现 藏身于桥下的阿曼多 双方的枪声 瞬间打破了宁静 随即展开一场激烈枪战 多恩操控无人机投下炸弹 将对方狙击手送上西天 麦克眼前浮现出刚才的情景 他不停喘着粗气 突然 霍华德出现在眼前 轻声对他说 不是你的错 结果这温情一幕 被马库斯一巴掌先飞 他继续用巴掌鼓励好友 不坏意味着坏 但坏就意味着好 麦克被兄弟的疼爱 唤醒了斗志 两人面对面大吼一声后 就冲了出去 兄弟配合所向披靡 多恩也在用无人机投下炸弹 清完外围敌人后 两人渐渐摸进室内 反击现在正式打响 无人机率先投入烟雾弹 两人不断击杀屋内歹徒 一直来到麦格拉斯面前 他竟扔下一枚手榴弹 另一边 亚当趁机劫持飞行员 想乘坐水上飞机逃出升天 但利塔怎么可能宽恕这个复兴汉 他绝不会让亚当轻易逃脱 麦克拉斯趁乱逃走 而麦克就气心切 静止跳了下去 玻璃栈道开始裂开 可接着马库斯也跳了下来 他直接掉进池子中 麦克则抓住栏杆 但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脱险后 马库斯痛骂那条鳄鱼是种族主义者 另一边 阿曼多顺利救出卡丽 替他挡下重重攻击 两人苦战一番后 才离开室内 多恩看到了地上的亚当 便上前查看其死活 不料亚当竟然装死 朝他肩膀开了一枪 利塔和凯利迅速赶到现场 利塔用冲锋枪指着亚当 他哀求利塔给他一条生路 可背地里还想下黑手 被一脚踹进水池中 最终成为鳄鱼的美餐 与此同时 麦克和马库斯深入树林 分头寻找麦格拉斯 马库斯漫步至沙滩 眼前景象 让他想起了梦中与霍华德的相遇 但紧接着 麦格拉斯的手枪就对准了他 当麦克赶到沙滩时 麦格拉斯正挟持着克利斯汀和马库斯 让他二选一 然后开始倒计时 结果麦克一枪 射向了马库斯的防弹衣 紧接着 就打中了麦格拉斯 直到他彻底死亡为止 另一边 警察朱迪带着手下 赶到鳄鱼公园的树林中 发现了受伤的阿曼多 面对杀父仇人 朱迪几乎毫不犹豫举起了枪 但女儿卡丽挺身而出 挡在了阿曼多面前 讲述了阿曼多舍身救他的英勇事迹 并恳求妈妈放他一条生路 他在复仇与感恩之间不断挣扎 最终选择放下手枪 麦克为阿曼多准备了一条小船 让他往南走别回头 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故事也迎来了圆满的句号 本片是绝地战警的第四部 依旧是打斗与笑料齐飞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无疑是鳄鱼公园中 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那场枪战 实在是精彩 另外没想到 维尔史密斯也被扇巴掌了 尽管电影中还有一些瑕疵 男主先前埋下恐慌症的伏笔 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 影片整体看下来 质量水平在标准之上 是一部十分不错的爆米花大片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